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分享这本新书 蹲在掌纹峡谷的男人 贝姆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子萍好 惠玲好 大家好 我那一天在家里面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很记得那个感觉就是 明明是早上 可是外面的天色有一点昏暗 奇怪那个阳光就稍微闪了一下 然后看起来很像傍晚的天色 然后那个傍晚的天色搭配这本书看 因为我说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奇幻跟幻想 让我觉得贝姆这本书有着一个很特别的氛围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子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它里面非常多的短篇 但是短篇里面有很多奇幻幻想 甚至带着一点幽默 有点黑色的成分 对 其实当初川贝姆告诉我们 他要写一本故事的时候 我们是很以为我们会读到一本就是有很多漂亮的图 因为贝姆的那个图的颜色总是非常的瑰丽跟奇幻 很多很多丰富的色彩在上面 那我本来以为那个文字只会是一个小的配角 对 结果没想到哇 这边读到书之后 原来是一个很扎实的六七万字的短篇小说集 那这里面大概收了12个故事 它有丛林这个很短的几短篇 它其实也有长达大概七八千字的 几乎就是一个扎实的短篇小说规格的作品 我们应该会聊到就万籁墓园这一篇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读 我们就是听说蹲在掌纹峡谷的男人 这个书会想到什么东西 其实想到可能是我们摊开自己的掌心 里面可能有很多命运的轨迹在自己的掌纹里面 对于川贝姆来说 其实他很多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是你摊开掌心看到一个命运在自己的手里面 你去一个五金行看到有人买卫生块 突然想到那个卫生块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异想之外的可能性正在发生 或者是说像它里面还有一些故事是什么 从谷歌它拍那个谷歌街景而来的 这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可能经历过的小小的事情 去邮局寄个东西会遇到推销员这种小事情 在它的笔下就发展出一个完全异想不到的 新的故事 我就很好奇这个 这个作为艺术家的他 对 他脑中到底在想什么 感觉上他的脑袋里面有一个 可能跟你我一样 日常的生活 可是那个日常的生活会 不知道从哪里就差出去了 变成了一个很奇幻的世界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版面上我们也会需要一些篇幅 比较短的创作 我就问他说可以试试看 帮我们写一个短短的东西吗 对 他也很慷慨的就说好 所以就开始他的文字创作 是 所以那个时候贝母你接到子萍的邀约 你写的是哪一篇 其实就是这本小说的第一篇丛林 其实他第一次要我有点犹豫 因为没有写过不知道要写什么 然后我就从我的以前的日记里面 找一些好像可以发展成故事的 然后驱除一些诗人的部分 我就把它写成丛林这一篇文章 丛林 可不可以先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丛林大概在讲什么 这篇主要是讲男主角跟朋友去五金行 然后他们就听到外面一个妇人朝里面大喊说 我要一双卫生筷 然后他又新的卫生筷之类的 然后里面的老板就很平常一样 也没觉得没什么就进去 那个货柜里面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对 然后他就不管我和我朋友在逛 外面那边逛五金行 对 的五金的东西 然后他就 妇人说等一下来拿嘛 然后等妇人再回来的时候 老板就拿给他 我们就觉得 这个过程很奇妙 为什么他买卫生筷要特别到这家店里面 他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然后回去我就开始写日记 然后就把它慢慢的延伸说 他其实有一个浴缸 浴缸里面一个 那个五金行里面有一个浴缸 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丛林 然后他的卫生筷就是从里面 把它夹出一棵树 然后再用一个特殊的 像削迁笔记的机器 把树木放进去 然后把它削成一个卫生筷 然后所以最后妇人才会说 还是你们这一家新鲜 就有疼疼的 那是新鲜的丛林 做出来的卫生筷 对 其实有点暗示我们的 使用卫生筷对自然的一些破坏这样 对 好 这些很奇幻的内容 其实跟你我人生里面 一些生活场景 其实我们都会碰到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川贝母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想象力丰富 其实我觉得用想象力丰富 这几个字形容不太足以形容 它的那个 它创造出来的世界 我很想要知道贝母 你平常的阅读是哪一些 你的灵感来源是从哪里来 为什么你的脑袋 长得跟我们不太一样 其实灵感就是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那个触发 你再进一步去想的点在哪里 但是就是像 例如邮局推销员 我其实基本上都会躲开他们 然后 然后我就想 他们有时候有点热情对不对 太过热情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这样躲开是不是错过一些什么 然后就进而想说 他们是在贩卖一些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东西 然后就想到有一个万花筒 可以亏视未来这样 它其实是要推销一个 可以亏视未来的万花筒给你 对 那其实生活中大概就是这些 比较平常一点 但是如果看到一个 有想法就会开始把它用手机记下来 或者撒在笔记本 对 那可能哪天它就会成为一个 故事的一个大杠这样 然后再发展成故事这样 就像你刚刚说 丛林那一篇 其实去买卫生块 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可是那些旧旧老老的五金行里面 你总是会觉得里面好像有一点什么 怪怪的事情在后面发生 所以贝母就把它延伸成了那一篇 丛林那篇文章 在那个辐射区里面 其实它有一些人 是 因为这个书有很好玩的地方是 他先写完的故事 对 然后他用每一篇故事去创造了 那一个故事的图 对 所以如果大家读到这个书里面的 那个匪页 会看到那个图上面 其实串头串脑的在 各个不同隔离的区域里面 躲了几个人 他们都不知道彼此 对 其实那种寂寞的感觉 跟我们生活在这个 现实的城市里面 又有什么不同呢 贝母在这个短篇的文集里面 对于虚拟跟真实这件事情 有很意想不到的琢磨 尤其其中两篇 一篇讲慢跑 一篇讲墓园 我们先请子萍帮我们介绍 好不好 好 书里面提到的慢跑朋友 这个 一开始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有一个男人 他在慢跑 他看到他的前方跟后方 各有一个假想敌 穿着黄色衣服的中年男人 变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少年 这两个在他跑步的周围 互相陪着他跑步 对 那他们可能有一点点 竞争的关系 那可能又有时候会落后 那可是当我们看到他跑跑跑 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突然才发现 原来他其实是戴着一个虚拟的眼镜 虚拟出他的慢跑朋友来跑步 事实上为什么这个男人 他会在那边 孤独的慢跑 对 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一件 不可预期的灾害 可能就是核爆 那核爆之后 他接受这个实验 他决定他要住在这个 有辐射的区域里面 那他必须孤独的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 并且把他每天生活的 内容给记录在一个网页上面 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他只是一个慢跑的过程 就很日常 对 就是慢跑的细节 都是我们会经历到的 对 然后他就岔出去了 发展出一个 你完全意想不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 很有可能只剩下这个男人 在做着一个这么孤独的实验 在核爆区域里面生活 所以像刚提到 趋你跟真实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川贝姆的技巧是很好 他让我们先一开始看到了 所谓的真实的这一面 我们以为这一切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正在发生的 对 可是在日常之外 或者是跨过日常的边缘 其实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预期到 或想象不到的事情 其实同时都是在发生 对 所以最后这一个在辐射区里面 慢跑的男人 他就把他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变成了一首一首的诗写在网络上面 他是一个住在辐射区里的诗 贝姆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写出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的大纲 一开始就大概决定 他是在辐射区 然后跟他参与Google一个实验 就是在实验他在辐射区要怎么生活 你一开始就设定好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 那其实开始我是写我的生活 因为我平常 你会去慢跑 对 可能工作一整天 现在因为做得很累 然后就大概晚上就会去跑步 那其实我会幻想 就是前面那个是我的竞争对手之类 我就会跟着前面找一个目标 对 那可能就说 他跑到哪里我就不能停 就是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继续跑下去 然后也一种竞赛的感觉吧 所以我就把这些生活 平常就在做的东西 把它写进故事里面 对 因为想说这样 我觉得写自己生活周遭的东西 会特别 由自己回来写起来比较有感情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故事里面这样 然后最后再慢慢的 把它引导在一个转折之后就到结局 就是在那个核灾区域里面这样 对 我看这篇文章真的是格外有感触 因为我记得好像一两年前 曾经出了一本书讲 311核灾之后 被留在核灾里面的那些动物们 看到这本书 其实感到很巨大的哀伤 你无法想象那些动物在 那样子的地方如何继续生活下去 然后被摸就创造了一个人 更哀伤 对 只有一个人 而且事实上在那个辐射区里面 其实他有一些人 是 因为这个书有很好玩的地方是 他先写完的故事 对 然后他用每一篇故事去创造了 那一个故事的图 对 所以如果大家读到这个书里面的那个匪页 会看到那个图上面 其实串头串脑的在各个不同隔离的区域里面 躲了几个人 他们都不知道彼此 对 其实那种寂寞的感觉跟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城市里面 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 其实我们也是在跟彼此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围墙给围起来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嗯嗯嗯 其实贝母这一本书在出之前 文章分享给了一些朋友看 当然第一个读者是子萍 是 那时候子萍给了贝母一些评语对不对 贝母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件事 我第一次是给他大概六篇文章吧 嗯 对然后等待过程蛮紧张的 哈哈哈哈 那后来还好是他给了一个不错的文印 对 但是他 他 那时候我们有讨论结构问题 嗯 因为其实第一次写结构上我碰到蛮多问题 像 有时候我会考虑很久 使用第一人称啊 或第二人称 嗯 写作上面的一些策略 对 或者我可能写到一半我不知道怎么收尾了 嗯 那这些问题我都会问子萍 对 子萍也是会给我一些答案 但是他的答案并不是说 很明确叫我去怎样 对 而是可能我大概 意会到了解到 可能我就 有一种想通的感觉吧 哦 因为他像有一个 哈哈哈 他说有些作家是先想好结局再去写故事 哦 那其实之前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结局 嗯 我是想说故事应该是从头到尾这样进行吧 嗯嗯嗯嗯嗯 突然一开始想到结局好像不太好 对 可是我发现这样就会有点没有尽头的感觉 嗯 那后来我开始想故事就就尝试先大概有个中间的剧情 对 然后再想结局之后 你就发现整个故事变很顺了 对 因为就是大概朝那个方向去前进 就可以把它写完这样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非常惊喜 然后觉得台湾多了一个优秀的作家 以及我们看到一种很很新鲜的文体 要感谢孙子萍 哈哈哈 感谢川贝姆 他虽然他虽然说成好像他很摸索的样子 可是如果你真的读了这个书啊 你就会发现 这根本不是一个新手写出来的东西 对 这样真的可以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 其实如果尤其是有经验 有写作经验的人去看 他每一个安排 你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重了 他怎么可以一开始就把开场写得这么好看 没错 这么确定的抓住一个读者的吸引力 没错 然后他去安排每一个结构的进行 我觉得都是 都是非常的步步为营的 像刚刚说那个慢跑朋友 对 就是我们一起 一开始读的时候会只是以为他在跑步 可是当他回想起整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他其实停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 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 他写说人跑到大概五公里的时候 开始会觉得是一个关卡 对 你要跟他一个男子汉的对决 你才能够突破那个关卡 可就在那个关卡出现的时候 他想起 为什么我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的每一个安排 其实都是非常巧妙的 我们是看到就是有一个湖面 还有两个人 他们很浪漫的在湖上野餐 对 它是一个很有电影感的画面 就两个人一个漂浮的餐桌 幸福 对 那女儿好像在对那男生说着一些什么话 结果这个男人他听不到女人讲话 只看到他嘴巴在动 听不到他说什么 才知道他的妻子坏掉了 然后他打了个电话给公司 说我妻子坏掉 这妻子怎么会坏掉呢 我们刚刚讲到子萍 对于他的书里面的真实跟虚拟 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有创造力 《万来墨源》其实他的整个结构 跟他故事的推进也让我觉得非常新鲜 我们先请子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篇 好 《万来墨源》应该也是这里面大概前三名的长度 是比较长的 等于是 如果你看过川贝母 可以用极短片的方式去经营出一个奇想的世界 对 那这个比较长的篇幅 等于是我觉得它交出了一个 有辩证感的多能体 等于它是多面向的 所以我们看《万来墨源》这个小说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形式 它包含了第三人称叙述 包含了新闻报道 包含了案例 然后包含了自白体 等等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可他要说的是什么 他要说有一个虚拟影像公司的创办人 他非常喜欢他的王妻 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妻子其实已经过世了 我们就看到就是有一个湖面 还有两个人他们很浪漫的在湖上野餐 它是一个很有电影感的画面 就两个人一个漂浮的餐桌 幸福 对 一个男人跟他心爱的太太 可是画面越来越靠近那个女人的脸 那女人好像在对那男生说着一些什么话 结果这个男人他听不到女人讲话 只看到他嘴巴在动 听不到他说什么 才知道他的妻子坏掉了 他打了个电话给公司 说我妻子坏掉 这妻子怎么会坏掉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失忆的设定 原来其实是一个虚拟的影像 我们才带入就是说 原来在这一个所谓的万籁墓园 万籁就是万籁聚集的万籁 这个墓园里面其实提供各式各样虚拟的影像 就我们人活着 我们会有很多想要不要遗忘的回忆 希望那些回忆就是以一个影像的方式 出现在这一个仓储里面 我随时可以调阅这个影像出来陪伴我自己 或者甚至我非常想要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不要出来 对 所以他接下来就去谈这个影像 他带来的部分 比方说他就去谈 由这个创办万籁墓园 这个创办人他的儿子 他去谈他不喜欢有一个虚拟的妈妈 因为虚拟的母亲影像 根本不可能等同于我真实的母亲 或者是他接下来就谈 在这个虚拟的墓园 影像墓园里面 人会不会希望自己的回忆变得更好 难道我的回忆里面有一些不太甜的部分 只能够那样苦苦的吗 我希望我的回忆越来越甜 对 那或者是他还讨论到一个很好玩 他说回忆的这个影像墓园里面 开始有人遇到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鬼魂的东西 就是虚拟的影像跟鬼魂之间 是不是有互动跟关联 对 那他甚至到最后就是这个创办人 他变本加厉 对 他觉得我只有片段的回忆是不够的 我希望在我虚拟的影像里面 日常人生片段都再度重映 所以他就用这个 还很复杂的多面向的方式 去写了这一篇叫《万赖墓园》 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蛮好奇 我真的很想要钻进去贝姆的脑袋里面 感觉他脑袋 跟我一样 对 他脑袋里面应该跟我们不太一样 想要去一样玩一下他的大脑 贝姆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一篇 当初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吗 其实这一篇一开始只有写前面那一段 其实是机器人坏掉 然后就给子萍在副刊发表 对 然后后来要做正本书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收进来 那我觉得这一篇其实是对我蛮重要的转捩点 因为我没有写到八千多字的经验 所以这个算是第一次写 所以他有缺点 可能他的缺点也有点像优点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结构上我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变得刚刚子萍说 他有很多种叙事方式 可能第一开始讲竹创办了的 然后也有报导 然后也有接下来的遇到鬼魂 其实就把它拆成五个部分 这有点像这篇故事在探讨虚拟这个东西 然后我不断去对它提出一些 关于虚拟以上的正面发展或者坏处 那可能去分析这些坏处之后 再用故事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对大概是 就是有点这样慢慢的去把它演变出 这个故事出来 好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种很奇妙的真实感 就是贝母里面其中有一篇讲到谷歌 那贝母好像很喜欢谷歌 讲到那个谷歌的街景 竟然里面出现了爸爸的形象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很正常 很有趣的一个开场 当然也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 可是后面就岔出去 他又开始有穿贝母风格的一个 很奇幻的世界就会出现 在那个谷歌街景里面 发现了主角的爸爸在里头 那为什么他会在这里面呢 因为他跟谷歌做了一些交换 他最后他必须要以鬼魂的形式 这个爸爸鬼魂的形式去 谷歌帮他搜寻 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街景 其他的风景 如果你是那个受委托的鬼魂 你想要去看谷歌街景的哪一个部分 你要去帮谷歌收集街景的哪一些地方 其实我就希望可以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 就可能你可能对这户人家有兴趣 你就可以通过谷歌的方式进去 可能逛他的客厅啊 看他的摆设生活方式 那可能进入他卧室或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平常逛街 我就会看一楼七楼 看里面的住户他的家庭状况会是怎样 我觉得每个人的摆设 然后客厅会放什么东西都蛮不同 蛮有趣的 那有时候就会很想要进去看的感觉 对 有时候作家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观察者 偷窥狂 是不是 有时候你看着有时候就会开始幻想他过什么生活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某方面也是一种观察吧 就是可能习惯性的 对 因为像我觉得坐火车最好玩也是 他可以看到每个人家的后院 因为我觉得后院蛮好玩的 就是有些人是很用心去种花 有些人只是堆放杂物 然后有些人就任其他 让他自由荒废之类的 就是可以看出每个人对后院处理的个性 而且那个后院其实是我们一般人最不会 蛮隐私的 对 不会对大众公开 可是因为坐火车 台湾的街景其实也很妙 就是会经过那些一般人不愿意对你暴露 但是不得不暴露在你面前的后院 像我家住墾丁嘛 然后我每次要坐车回家 其实也坐很久 那其实我固定都会看到一个老先生 在门口 大概十几年下来他都一直在门口 那时候就会很好奇 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对 只是他从灰发 然后慢慢变成整个都白发 对 他每次经过他还是在他的棋楼那边蹲着 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就蛮好玩的 嗯好贝母应该会如我们的期待 我都说我今天是一个粉丝的身份 跟我一样 哈哈哈 贝母应该还会再继续创作这些故事吧 会啊 其实我陆续你的大纲还有蛮多的 但是因为这本书因为时间关系 大概只能收入到目前的篇数 所以接下来还有好几篇 就是等利用工作的空余时间就会开始写了 对 嗯好 我们真的也非常期待贝母 赶快第二本赶快出现 然后如果有荣幸的话 贝母写到一半然后就会给我们看 希望可以抢先发表 对 对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贝母还有子婷 谢谢 谢谢 谢谢